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一代协队开上了军用大卡车 在这迎盘镇就接住了从北平赶来的小岛方子和他的翻译官警口 以及护送他们两个人的鬼子兵 这两辆军用大卡车打了个照面 把这二号队上小岛方子和警口翻译官就上了卫强的车 两人上了卫强的军用大卡车驾驶楼 护送他的那些鬼子就驾转回了北平走了 卫强的就把这军用大卡车开进了树林 就把这个小岛方子还有警口给弄死了 树林里面早就给他们挖好的坑了 把他们的外装一脱 然后把他死尸一埋 就算完活了 那么王丽娜就穿上了这个小岛方子的军装 头上边是战斗帽 一身的军服 双胯盒子炮 脚下边是戴刺马针的马靴 新放明的就冒充翻译官警口 把警口那一身也穿上 诸位 有道是无巧不成书 这个王丽娜一看 这个小岛方子长得给自己一模一样 这一点他没想到 其他武功队的人 包括卫强也都没想到 怎么长得那么像 你说这个个头 这个身价 这个腰胯 这个线条 这个体型 没有一点不像的地方 就说这个面部 这个门 这个眼 这个嘴 这个唇 这耳 也是一模一样 这个面部还有一个特征 什么特征 左眉手 有一粒 红樱桃的红迹 就这一点也一样 你说奇不奇 大家心想他怎么就这么像 王丽娜心说老天有眼 保佑我完成这次奇特的任务 就这么的 八路军武功队就把这辆军用大卡车开着往前走 当然了 卫强等人现在也都脱下了夜席队的汉奸服 夜席队的汉奸服又是砸南关火车战手穿的 现在完成了接下的任务都脱下来 再完成交的任务 又换上了鬼子的内饰军装 也就是西汪庄突围传的那一身 开着军用大卡车往保定方面开 时间不长 就见对面也开来了一辆军用大卡车 纳维说谁的卡车诸位 正是夜席队刘奎胜的 奉老松田之命 前来接着小岛方子 结果两辆车就在这打个照明 两辆卡车同时杀中 单表新奉命 把那车门他就开开了 这个驾驶楼里面坐三人 这边是司机 谁开车的 李东山 中间坐的是王立娜 这个边上就是新奉明 新奉明把他车门离开 从车上跳下来 你们离哪一部分离 刘奎胜赶紧把车门打开 从车上跳下来 爬打开 包括太军 我们是宝丁县兵司的部 夜席队 我是队长刘奎胜 奉松田太军之命 常来接小岛方子 机关长还有他的秘书官 警口先生 也是对的 你的叫什么名字 我叫刘奎胜 你的证件这个货 刘奎胜走过来了 一伸手从兜里把证件拿出来 望上一地 新奉明接过来 打开看着看 那就是说晚上能看见吗 诸位 今天晚上很好的月来 照顾白照顾 看着看 照片和人相复 其实心里明白 那是真的 这不作息吗 把这证件一合 收起来的 刘奎胜把这证件收过来 往刀里了 新奉明说的话 考虑地 考虑 留可以声信的话 考虑我知道 富士山 新奉明接上说 压到太后山 考虑地 对上了 你们是夜戏队的 太监 是 我们是夜戏队的 好吧 他用手往这个驾驶楼里 这么一招 那个意思 你可以下车 再看王丽娜 就从驾驶楼里 跳进来说 诸位 这王丽娜 是个有心人 再见这个小岛方子的时候 他就观察 小岛方子 行动坐卧 那个表情 那个眼神 那个坐牌 他一看 小岛方子往前走 一站一个钉子步 一走一个X步 他可就学来 就先往里那 从驾驶楼里出来 往那这么一站 开始往前走 学得非常的香 单表武功队的同志们一看心里说话 七彩 七彩 就打照面 那么几分钟的光景 他就记得心里模仿的这么香 简直达到了一家烂针的程度 刘黑盛一看那个眼就直了 有那么句话 叫越下官美人 俊俏加三分 你别忘了 这个小子是有名的白眼狼 黑蜜蜂 一家女人 他就卖不动 他一看 我的个天 小岛方子长得太美 只可惜人家是日本人 我是中国人 如果我这个地位再往上巴巴高 我还有资格追他 现在恐怕不行 你看看这小子多么这个 那么王里娜 看了看刘奎胜 心说小子 你琢磨什么呢 怎么愣住了 你是刘队长 是是是 我是刘奎胜 机关长 请 这小子这才醒过神 再看王里娜 卖着X布 这才上了刘奎胜的军用大卡车 那么新凤鸣随着他 也上了驾驶楼 王里娜望着一坐 吩咐一声 司机 开车 是 旁边的司机 这才开动了军用大卡车 一掉头 够奔宝丁方向去聊 尾强等人一看心里一块石头 这才落地 心说这是仇家相见 只可惜夜袭队没看出什么破绽了 为什么 王丽娜演的太像了 新凤鸣演的太绝了 要是晚上夜袭队根本就没想到 接的会是八路军武功队的人 人家北平那边是送这呗是接 那么有接有送这还能出错吗 他哪知道半路杀出个程耀金给换了 那么他们现在接的这个 那就是二手货 但是刘奎盛再狡猾 他也没想到这一点 那么魏强等人假装的往北平开拐个弯 北平不去上哪 回转西帮庄 放下八路军武功队部表 单表刘奎盛 接上了这个假小岛方子 假金口 这才顺着公路往前开构 被保定简短接说到了 也到了保定了 天也亮了 进了保定城一看 满大街贴的都是欢迎的标语 有中文有日文 写的什么呢 热烈欢迎 小岛方子机关长 立临保定 这个车开到了县兵司令部的门口 再一看更热闹 彩旗飘飘 锣鼓喧天 陷阱特是假斗欢迎 手里边打着高要齐 欢迎欢迎 很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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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也有日语 哇啦哇啦哇啦 哇啦哇啦哇啦 王丽娜一看心中好笑 心说我是假的 这个好戏又开台 单表老鬼的松田 小跑着都接出来 满脸带笑 来到大卡车的跟前 嘿 敬了个礼 小岛方子阁下 请下车 在这老松田的背后 还站了一位 谁也不是别人 正是他的女秘书 叫刘奎花 也就是刘奎胜的三妹 然后我们跟着 那么其他的那些个 陷阱特的偷偷脑脑 也随着情号 都来迎接 王丽娜这才 给新凤明 是个眼色 那个意思 该下车 新凤明打开车门 先跳下来 往旁边一站 王丽娜这才 从驾驶楼里 跳起车来 往那一站 一站一个钉子步 一走一个X步 老松田一看心说 哎哟 我又见到他了 那位说 怎么出这话 又见到他 以前见过 不但见过 老鬼的松田到北平 宪兵司令部开会的时候 还和这个小岛方子 同桌喝过酒 并且还跳过舞 对这个小岛方子 头不绝口若悬口 为什么呢 说犯人的思维混乱了 进入了幻觉 这就是这个小岛方方子的绝招 别人不会 这就叫一招先吃变天 要不然能让他来吗 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用他打开汪霞 把刘文斌 吴英明的嘴 至于两帮他姐姐姐姐夫 还有他媳妇 那都是七色 主要的就是三个人 就为了撬开三个人的嘴 你这才把他请来 老松田一看 小岛方子下了车了 机管长 请 松田各下 你一向可好 好好好 机管长 你一向可好 好 请 好 请 再一看 王丽娜迈步望前就走 老松田在后边 那么刘奎花的头前引路 就这么着 王丽娜后边跟到了新凤明 这才迈步进了县兵司令部 刘奎花就把王丽娜 引到了县兵司令部后院的代客厅 一看 这里有一场欢迎宴会 这桌椅都排好了 酒席都上全了 再一看 老松田进来了 后边陷阱特的偷偷挠挠 也跟着进来了 按照自己的位置各就各位 那么老松田就在这主席台上望那一座 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酒词 各位列位 在七位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欢迎宴会 欢迎北平县兵司令部特务机关长 小岛方子各下 以及他的翻译官警口先生 立临宝地 小岛方子各下有名的叠爆专家审门高手 盯着敲开八路军共产党干不定口 那么大家对二位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 再看下边 遇袭者是热烈鼓掌 掌声如雷惊酒不息 就好像大海涨潮的一般 这王丽娜慌忙站起身来 向大家招手致意 新凤鸣在旁边偷演一看 新说罢了 这王丽娜是高素质 那位说 这王丽娜没经过这种阵势 她怎么会镇定自若 表演自然 诸位 这就叫跟着啥人学啥人 你别忘了 她的家庭出身 她从小在王一平的家中长大 这个王一平是个大汉奸 接触的都是日伟的高官 耳熏目染 这个王丽娜 对着日伟高官那个行动 做派了如指掌 这个熏很重要 这就好像唱戏说书是一个道理 一熏 你就会了 所以王丽娜表演起来 非常自然 镇定自若 向大家一招手 这个掌声就停息了 再一看老松田伸手就把高胶杯端起来了 诸位 今天咱们在这里制薄酒素菜 欢迎小岛方子阁下 给桃一杯酒 预祝他七开得胜 马到成功 这是接风酒 也是预祝成功酒 来干干干 王丽娜当然也把酒杯端起来 老松田先以为敬 王丽娜说的话 多谢松田阁下盛情款待 我小岛方子何德之能 受你这么高规格的接待 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至于审问八路共军的高官 还需大家精诚合作 才能完成任务 不许此行 那么我 就喝了这杯 松田太军的欢迎酒 说的 一阳伯把酒喝了 老松田一看高兴 紧接着第二杯第三杯 三杯酒过去之后 再一看那些个汉奸鬼的头目 纷纷过来向王丽娜敬交 当然他们不知道是王丽娜 以为这就是小岛方子 那么王丽娜那是沾沾干杯杯敬 哪里说 胡说八道 王丽娜那么一个大姑娘 她会喝酒吗 会 为什么 你别忘了 她的继父就是王一平 王一平不喝不喝一瓶半 说一外号就王一平 他能没有酒量吗 老松田一看高兴 在北平的时候 这个小岛方子就有海量 现在 one Ave 验ué 我说王丽娜 唱歌 跳一曲 王丽娜会跳舞吗 会 怎么回事 这个王一平是个舞迷 在外边场合她跳舞 回到家里面 欲兴未尽 她就教这个王丽娜跳舞 这王丽娜就学会了 有时候这爷子在家里就跳 你想想王丽娜能不会跳舞吗 就这样随着乐曲 他就和这老嵩田步入舞池 再一看王丽娜 那个舞步翩翩 带着老嵩田又是转又是旋 和老嵩田转了一个飘飘然 诸位 这跳舞那可不能装 你要不会精彩人家摇 老嵩田一看心的话 这小岛方子比在北平和我跳舞的时候 跳得还好呢 跳完了 这老嵩田伸出手了干嘛 他要和王丽娜队长 诸位 一个是表示亲热 再一个他要查看一个标记 什么标记 原来在北平的时候 跳完舞 他就和这小岛方子俩人一对手 一对手的时候 老嵩田突然无形之中发现了秘密 什么秘密 这个小岛方子右手心里 有一颗红银桃 红鸡 那个意思今天我再和你拍一张看看这个标记还有没有 王丽娜非常大方 把手伸出来 嗨 两人一队长 这个老嵩田 用眼一票 有 有什么 红银桃的 红鸡 所以现在老嵩田是身心不一样 就在当天晚上 他就跟王丽娜商量 这个案子咱们怎么审 王丽娜就问 这三个犯人现在何处 他就说 在那个县兵队后改秘密 监狱 我把他提着来了 原来不在这 在南关监狱 并且告诉他 南关监狱里面还有三个人 是新抓的 谁的 叛徒梁邦他的亲属 王丽娜假装不知道 梁邦是谁 怎么怎么 怎么合适 啪啪 我给他讲述一遍 王丽娜说 这样办吧 明天把这三个人 也提到南关监狱 我亲自到南关监狱去住 我亲自看守 然后把他提出来审讯 审讯在哪 老嵩田说 审讯就在夜西队 后院的地下行事 王丽娜说好 那就在那审 从南关监狱里提出来到那审 审完了我亲自压车送回来 我把那口供问完了交给你 我算完成任务 我会被拼 老嵩田一看好 真是脱了裙子 扎麻花 干净绿索 嘎不催 我就等你的喜讯了 就这样 当天晚上 他就把王丽娜送到了南关监狱 南关监狱不光是有僵牢 还有住的地方 后院是谁呢 就是监狱长姓陈叫陈湛一住的地方 这个陈湛一热情的接待了 王丽娜和新凤鸣 就把两个人安排到西跨院 西跨院 有正房 有乡房 王丽娜 住正房 新凤鸣 住乡房 代表这天晚上 来的人 来拜见王丽娜 谁呀 南关火车寨 站长 警务段的段长 叫小平次郎 这个小平次郎 也是港春营次的外甥 这个小平次郎和这个小岛方子 是仪表兄妹 俩人在日本定得清 并且啊 他有一个定情信物 什么的 琢磨略的戒指 送给了小岛方子了 小岛方子就戴在手上 寸步不离 那么今天小岛方子来了 他能不来拜见他吗 可是俩人一见面 这个小平次郎就发现 定情信物没有了 就问表妹 我给你的定情信物呢 王丽娜心的话我哪知道 表兄我忘了戒了 什么忘了戒了 心的话哪能忘戒呢 难道说这其中有假 你什么人 王丽娜也听心的话 我暴露了 我暴露了 一时一手蹭 把那枪拽出来 啪一枪 就把那小平次郎给打死了 刚把小平次郎打死 有一个人一步就闯进门来 谁 这是监狱文章陈战一 陈建一一看是大吃一惊 有一个人一看是大吃一口 敬畔的 就是环境 可以 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